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美国从圣诞节结束之后的第一天开始 我说过的每天都有超大新闻 每一天都是吸引全球人的眼球 各种手段都会上场 完了以后收网的时刻到了 所以大家要搬好小板 天天看看我跟大家怎么扯吧 一个一个的到了今天最大的新闻 是田拉西州这样的一个升红州 它的首府纳什维尔 完了以后一栋楼 NTNT数据公司给炸了 炸了以后市长是个民主党人 然后在那里一边开心的笑 一边跟大家讲出事了 NTNT的楼炸了 他说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楼会炸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NTNT它作为一个全世界最优秀的数据公司 它跟白宫 跟政府签订了一个云计算 或者是云储存的一个大合同 所有的政府的 美国政府 美国国内的所有的重要的机密的信息 它都会保存在他们公司所提供的这么一个庞大的 一个云计算的库里面 云存储的库里面 这个东西 只要这个公司不倒 只要这个公司的硬件不倒 所有的数据都会保存100年200年 民主党做的这么多妖娃子的数据 它是一直是妥妥的保存的 但是有些数据它是用机密 超大机密 总统都没有权利去随时里面去开动它 去打开它看 它是个很美国关于信息怎么保密 这是非常严格的制度 有些信息你是看不到的 我是看不到的 我说了有点总统有的时候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景 就有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条新闻说 总统对某一年到某一年的游戏 重大的政府的信息解密了 你可以看 如果你对这个消息你还不敏感 对国家的机密信息 你还不没有什么太多的体会的 尤其华人没有体会的话 那你想想阿桑奇这个人 他为什么就被美国整个政府集团 整个司法 整个国会都裁定为是一个罪人 要通缉他呢 是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他通过维基解密 把很多不应该解除的信息 把它提前解除了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整个美国的政治机器 不管是哪一条线 都要想抓这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 都最近都在给川普总统写信 就是你要赦免这么多人 你看前一段时间 前两天又赦免了 一口气赦免了18个人 是吧 早之前赦免了这个冯林将军 但是你会发现还是看不到 这个阿桑奇的影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文技解密 他真的是从法律的角度 真的是冒犯了 至少说是触犯了 这个美国关于这个机密信息的 这么一个法律的框架 所以你要赦免他 你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因为法理上你是说说的说不通的问题 是个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一直就拖着这个事情 你就会发现 但是有一些信息 马上就要解密了 马上就要解密了 什么信息呢 就是关于本次大选的信息 川普总统已经敲定了 新人民的独立检察官 有权使用所有的机密信息 所以你会看到什么 这个周尼安利最近说了一段话 就是今天说的 周尼安利说 他说你们将一次性的 就一次搞定一次性的看到所有的信息 这就包括机密的信息和非机密的信息 这将给整个国家带来很大的震撼 为什么呀 因为川普总统签字了 可以看了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签署了一个解密的文件 尤其是本次大选的文件 之前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都是瞎猜 我们都是东一郎 都吸一虎子的瞎猜 你知道吗 所以民主党急了 民主党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他其实是一把好赌 我跟你说 他赌了很多东西 首先第一 我认为他赌的就是什么 就是当所有人都去舞弊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去舞弊的时候 我就我就敢公开这么搞 你就拿我没办法 因为参与舞弊的人实在是太多 就是一个流氓心态 他就是法不则众 是这个道理 就像中国一样的 所有人都贩卖假货 你会发现用假货是一个时尚 在中国是不是用假货是个时尚 你本来一个需要10万块钱买的一块手表 你在中国可能就5000块钱买的到 你觉得你很牛 知道吧 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弄 然后你用5000块钱买的一个假手表 然后你还是一个高大商的东西 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干 这是民主党第一赌 第二赌是什么 就赌你川普总统不敢公布 所有的那些机密的信息 你因为你一公布这个信息 你就触犯了保密法 触犯了美国的信息保密的这么一个强大的 一个法律体系 民主党就可以以这个东西来攻击你 是吧 第三就是赌你川普总统 不敢在这个时候动用反叛乱法 不敢动促 不敢动物 不敢用军队 他就是这么赌 所以就是他欺负你川普就没办法 但是问题是川普总统不是一般人 最近终于开始行动了 我说了就是圣诞节 结束后的第一天 川普总统就开始要全面反击 我称之为全面收网 绝对的 有些人那是要坐牢的 一点都不客气 就像就像前一段时间 黑命贵在那里什么拆美国的历史文 我比如把华盛顿的雕像 林肯的雕像 还有各种的美国的历史的一些文物 就给他推倒了 给他烧毁了 川普总统就说了一句话 凡是破坏这个美国历史文物的 妥妥的10年 立马烟消云算 真的立马烟消云算 再也没有人敢去动不动去烧文物了 这个东西就看你有没有 有没有魄力动这个 拍这个板 现在川普拍板的 独立检察官上任了 新司法部长代理部长上任了 巴尔这个坏蛋坏人 给滚粗了 所以川普敢干了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很简单 不需要多久的时间 很快就会看到全部的真相 所以就那安理说了 你们将会看到什么 全部的真相 这个东西就是最害怕的是什么 那当然是民主党那样恶魔 那么孙子 很坏的 你知道吗 他们最怕信息公开了 最怕了 没有人比他们更怕 我们是巴不得 我们看到所有的信息 就像有些人 在那里看南希佩洛西 搞的什么纾困法案 5000多页谁看呢 但是你放心 有真正的美国人看 那些爱国者看 那些从来不信任民主党的一个标点符号的人看 你说我们这些人在中国 我们共产党 他说每一句话 我们都不相信他 他说的每一句话 连标点符号 我都怀疑他是错的 就是这么简单 我告诉你 在美国民主党 今天他们的待遇 就跟我们在中国 对共产党的信息是一模一样 民主党说任何一句话 我都不相信他 所以他搞的 就是我们的5000多页的 这么一个疏捆法案 里面有各种 埋的各种坏蛋 你知道吗 你就会发现 除了只给老百姓600块钱 以外 给他们每一个国会议员 一个人发了46700块钱的工资 你那个临头 都比美国老百姓拿的钱 多一些 你说是不是 这是被挖出来的 后来还挖出来 更有趣的是 卸任的总统 退休的总统 可以一次去拿到400万美元 你看到没有 川普总统如果退休了 他也可以一次拿到400万美元 他没想到川普不签 川普不在乎你400万块钱 只有奥巴马那头蠢活 是吧 才在乎400万块钱 只有小布什 才在乎400万块钱 你说我们家川普总统 他在乎你400万块钱 直接不签 直接给他拍回去 坏得很 我跟你讲 所以最怕信息公开的 就是民主党这帮孙子 所以他们要 他们知道所有的信息 都是在NTNT 在纳斯沃尔在田纳西州的云储存的库里面 这会儿就开始动手了 就把什么把那栋楼就给炸了 就出了很大一个事情 你说这是不是个很大事情 但是你要解释为什么今天突然出这么大事情 你只要按照我的思路 轻轻的扫一遍 你就知道了 民主党坐不住了 开始动粗了 是吧 可是你动粗有什么用呢 你手上没一个兵 也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支持你 是不是 你说你川普总统 他有各种部队 警察也支持他 还有一个一亿人的 7400万吧 我们不要说一亿人的 7400万的手上有枪的爱国者支持他 你说你弄你不是心心松松吗 你就那帮小鸡贼 就就那帮整天都要练同屁 就那边整天打扮的妖魔鬼怪的 这帮混蛋 你能干什么 你说看看你什么都干不了 我跟你说 你们也就只会撒撒谎而已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急了 他偷偷的想把所有的数据毁掉 这不就是以前西拉里干的事情吗 西拉里发了几万封邮件 是不是 然后绕过美国的政府的服务器 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架了一个服务器 然后搞了一些他的腰蚝子的事情 结果事情败露了 败露了以后他怎么办 哎呀把整个服务器都砸掉 他就这么玩 他不跟你说 把这个把这个所有的里面的数据 把它清除格式化 没用 营养的可以恢复 直接我把这个服务器给砸掉不行了吗 是不是 没有我这个东西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 你存到哪儿去了 哎有道理啊 是不是 哎这就是民主党的搞法 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个啊 NTNT的那个楼 那个办公系统 那个云计算的整个储存系统 从从肉体上彻底消灭 这是共产党的搞法嘛 是不是 共产党就这么整人的嘛 就这么玩东西的嘛 是不是 说习近平当年去中央党校 说是做报告 那时候他还没有当总书记呢 还是一个这么常委啊 党校校长 有人就问他 有老师就问他 但是我们的历史上啊 共产党有很多档案呢 都是对我们共产党不利的 比如三点大饥荒啊 比如说文革啊 比如说这个公司合营 里面有很多事情啊 都是对共产党不利的 这些档案呢 是保留的还是不保留的 保留的话以后别人会翻出来啊 翻出来会骂共产党 真是无我不足啊 而习近平怎么说呢 这要看你们的啦 一切与党的要有利于党的建设 意思就是说你们赶紧把它烧掉吧 烧掉你后人上哪儿找档案去 找不到档案 那共产党就伟大光荣正确呗 这些民主党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接下来才开始要放火 要杀人呢 要要要要要要要放炸弹呢 今天就开始了 但是呢 啊这正是民主党失败的啊 最关键的一步 你一旦开始这样动 你不要以为别人就想不到 你会动这个东西啊 早就已经有有另外的系统 搞在另一边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他就想说这个啊 其实啊 从这个时候开始啊 川普的大收网 开始就已经开始发力了啊 有人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材料啊 说这个啊 就是那个鼻子这么长的 众议院的一个议员啊 川普通乌门的这个弹劾的这个人满口谎言 没有一句话是真的这个孙子 所以他鼻子特别长 他一说话鼻子就长长 是不是 哎最近有人就扒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说这个人其实早已经被抓了啊 早就已经被收监了啊 一个星期之前就被抓进去了 哎 但是呢我们大家都在忙着的网上 各种搞法各种信息 各种看来看去都没注意到这个东西 终于有人注意到了 哎 哎然后今天林伍德说啊 妥妥贴贴的事实时啊 这个西服这个混蛋呢 真的被抓了好得不得了 我跟你说啊 然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好消息啊 比如说现在整个警察啊 整个华盛顿啊这边呢 华盛顿第一次警察这边已经把被 白宫保护的好好的 你水都泼不进我跟你说啊 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啊 美国的空军基地啊 也遭到了这个黑客的攻击 网络攻击 也是要破坏数据我跟你讲 所以你这个现在就是民主党 他知道啊随着这个川普总统 开始信息开始解密啊 开始这个所有的信息都要一次性的 放出来 你就会发现他们就疯了啊 绝对疯了我跟你说 所以现在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 特别特别啊 因为距离1月6号还有几天嘛 是吧 今天在啊25号嘛 25号到20到1月6号还有10天嘛 这10天可难熬了 最难过的我跟你说啊 就是这个拜登团伙啊 就是民主党这些方 他们根本没有心情过节日啊 有人有人就是这个分析的很好啊 比如说这个台湾有一个这个政治学学者啊 叫民居镇啊 民居镇他就说啊 他说他在美国的朋友啊告诉他啊 摇摆州的这个特种部队军官呢 在休假的全部中断休假 要回到部队啊 要随时待命了 还有这个军营外啊 是大批这个装甲车都准备好了啊 还有这个海军陆战队啊 在11月18号啊 就已经在密西根州集结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消息来源 都在佐证一个事实 川普一边在这个走程序 走法律啊 仁至义尽 把该走的法律程序尽量的走啊 争取能够在法律程序之内搞定这一切啊 如果他也 但是川普总理也做好了 如果1月6号真的这个没有搞定 那接下来军事的部署就肯定会上场 川普从来没有说放弃过这一个这一个道路啊 而民主党这边他有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 他的武器就两个东西嘛 就很简单的嘛 就是这个三个东西吧 第一 第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那些主流媒体和这个社交媒体吧 在那里撒谎嘛 是不是 这是这是他最大的武器嘛 那第二个武器就是安提法嘛 安提法上前打一打闹一闹嘛 那第三就是黑命贵嘛 那黑命贵现在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的 拜登想把他们抛弃啊 而且拜黑命贵现在开始要要骂民主党了 所以你就知道啊 这个民主党其实是没有任何招架之力的 无论是在法律这块 还是在这个信息战这块 还是在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 这个军事战这一块 民主党真是是啊 就是一群软蛋 什么什么本事都没有啊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什么啊 从现在开始到1月6号 这段时间会天天都有大事发生啊 如果1月6号这个川普被认证啊 被这个所谓的局面翻过来的 川普被认证作为总统了 那美国呢 会经过有一个短期的震荡啊 没几天就是就是一帮左媒 就是一帮这个安提法 就是一帮这个黑命贵 闹一闹 时间就把他就逮起来的 没什么太多问题 根本就不对美国的生活构成任何影响 但是如果是假设那天 真的是拜登如果是被确认的 那美国的这个民兵呢 绝对第一时间就干起来 我跟你说 特朗部队也会参与 美国将会出现巨大的这个这个战争 我跟你说这是一点都不吓唬大家 所以呢总体来讲的话 今天的好消息是 应该说是我个人认为啊 是特别多啊 特别多啊 虽然是大选之前的一个瓶颈时期啊 但是呢从今天开始 按照周年安利的说法 所有的消息都将在第一时间看见 所以你说你你作为一个关心美国的人 你作为一个支持川普总统的人 你是不是很高兴 我们过去我们就亏就亏在什么呢 就亏在我们对信心的了解不周全 所以我们一会儿又很有信心 一会儿呢又又没信心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凭着我们信仰的力量 我们支持川普总统 我们为他祷告为他加油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他 哎好像按兵不动也不急 看他似乎好像没有准备这个 用反叛乱的法 然后我们都急死了 你看我们觉得美国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国会 所有的这个这个法院系统都难透了 你这会儿你当个君子 你你在那四四公分的有什么用呢 都急得个要死啊 还有很多个人都都有这种心态 比如说这两天啊 包括林伍德教师 林伍德律师都在你说啊 一会儿猜这个 一会儿猜那个 我觉得都不大好啊 都不大好 你要相信川普总统 比我们了解的多啊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要集中全部的精英 任何的信息啊 你都不要逃过你的眼睛 因为从今天开始很多个信息 我们都能看到啊 都能看到 所以你就会啊 你这个时候应该是你的信心爆棚的时候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还信心不够 你最好是反思一下自己啊 你真的你没见过什么事儿 真的你没见过大事面啊 真的你还没有能力参与到公共的政治 这么波澜壮阔的时代的这个动荡之中 这个时候该提高的是你 是我 谢谢大家